新北市政府办理编跟五谷都市计划案 将位于工商陆北侧的文高一工一用地等五处 共11.51公顷供保地 透过跨区市地重划及划设在发展区方式解编 其中4.18公顷将新辟为公园绿地等 22号在五谷区公所举办说明会 都市计划画了很多公共设施保留地 结果长年都不去征收 所以它定了一个通案原则 就是希望是地方政府 透过专案通检的方式来做这个解编 然后解编然后采跨区整体开发方式 市长也考量到 希望达到这个利民爱民便民的这个新三民主义 所以我们选择了跨区市地重划的方式 那让地主可以分回55%的可见地 那其他的45%就是拿来做一些地区型的 公共设施来实质开辟 说明会上来了许多关心这项计划案的民众及民意代表 针对这项计划议员也提出了意见及看法 地方是一年时间来做规划 那在中央再一年 那你就预计在114年才会有正式的整个动作 是去的要做 是时间上 来速度再来加速 让这个地来征着 我们地主能够来再使用这个用地 先跟各位讲表达我的立场 对这件事情我是反对 那大家请听我讲反对的理由 还有地主的权益在哪里 这个解编 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不是用这种方法解编 这个所有的变更案里面 把五谷的公园 学校用地 停车场 广场 儿童幼稚园 还有这个国小用地 通通把它解编掉 这是不对的 今天的标准 大概都是维持一致性的 那这个的目的就是希望在 整个案件审议的速度可以加速 也让大家在整个对公社解编的 这个公平性是一致的 这大概先简单做一个说明 五谷公社专通于2月7号 办理公开展览30天 民众可知五谷区公所及 城乡发展局 阅览都市计划书图草案 或在新北市城乡局网站的 都市计划公告内查询 记者回宣五谷采访报道